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一战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深 谢谢周深来参加我们大牌装的那个节目的录制 我觉得我比较对不起这个标题大牌 我又不是大牌我也不装 那么最近因为参加深入人心而成为大家关注和乐意的焦点嘛 那么能说一下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吧 一些感想就是对身高的一个理解吧 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哇180很高 包括我觉得我们所有其实生活当中的朋友们都会觉得180很高 但是自从参加完深入人心之后 你会发现180其实挺矮的 就包括随便深入人心的一个成员可能在其他节目里面都会觉得他很高 但那个人如果拎到我们30 拎到我们梅西湖36子里面就会觉得他身高其实只是平平 对 理解我觉得身高的理解会更大一些吧 那既然说到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 不得不现在就马上要起上了 就是对元宵晚会上节目组给大家 就是准备的这个舞台 精心策划的这个舞台 嗯 有什么话想要对节目组的舞台 嗯 千言万语都会成一句 谢谢节目组的考虑 因为当时我们彩排的时候并没有想的是让我单独站一个升降的舞台 就是我站在了我们整个节目里面特别高的一个王凯的旁边 他大概有一米九四还是一米九几 反正就是巨高 然后呢 我当时就想的是我们摄像老师应该很难take掉所有人的镜头 然后我们导演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彩排踩到一半 然后导演就在对讲机里说 周深那个舞台大概升20厘米 然后就 我就升上去了 然后我转过去看西哥 我都需要埋下我的头 西哥好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们倒计组能够给我这么一个考量 让我跟他们在身高上也没那么的遥远 再回到之前的话题 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去乌克兰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的呢 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去乌克兰国立音乐学院呢 首先是因为肯定高考没考好啦 然后就是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经历过高考的人 应该99%都是不愿意再复读的吧 就至少我 你是打死我 我都不愿意再去经历一次高考 再去经历一次高三 所以我就绝对不想 然后刚好凑巧就有个朋友 一个之前有稍微上过几节声乐课的老师的儿子 在乌克兰那儿学钢琴 然后就说那儿的牙科和那儿的音乐特别好 然后就觉得对那儿挺有兴趣的就过去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合唱团的一点故事 请说一直要拿第一 因为一直我标榜的都是比较标榜 我一直性格都是一个不在乎数据的人 然后突然这个标题 一直拿第一 一直拿第一是我一次在上音乐课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有那种二声部的歌 然后音乐老师就发现 好像周深在跟别人唱不同声部的时候 是不会跑掉的 就可能觉得这小孩有那么一点点音乐细胞 然后就把我招进了合唱团 然后又一不小心成为了合唱团里面的领唱 然后又一不小心我领唱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比赛大概都拿的是第一 就一不小心成为了我们学校管大队员的人 就一不小心就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很有面子 那么通过《深入人心》这个节目呢 遇见了各年龄爱音乐的朋友 那么对音乐对梦想有没有新的理解呢 首先我们这个问题里面 各年龄爱音乐的朋友 我们这儿年纪最大的是谁 好像是余迪老师 余迪老师对不起 我们这里最资深的是余迪老师 对 然后的确是遇到了不同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 对音乐的认知的感觉就是 年龄对音乐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他对音乐接触的时间越多 或者是对音乐展现的机会越多 他对音乐的理解会更全面一点 那么想知道一下 过去一年里发的歌里面 自己觉得难度最大的是哪一首 过去一年里发的歌里面 我觉得难度最大的 我觉得至今目前来说难度最大的 都是浓情淡容 因为真的好难唱 因为他首先是穿紧线刺 老师写了一个曲 就比较适合可能乐器类的 就线条比较长一些 然后又是我自己小小第一次尝试 就是流行跟美声 那么密切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觉得那首歌 到现在来说 都是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首歌 那几粉丝再问一句 你还有多少新歌藏着没有发 还有多少新歌藏着没发 大家就多多关注我的微博吧 那么平时看到的周深 都是在舞台上歌声感染大家的吧 嗯 那么明明是偶像男歌手 为什么总是以沙标的主题 熔灯热搜呢 对此就是偶像歌手是我一直在迈进 以及努力的方向 对 然后我发现怎么越努力就越 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希望 以作品去找存在感的一个歌手 但发现最近上的热搜 要么就是杀朱英 要么就是偶像剧女主角 要么到后面就是周深感谢道具组吧 就是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也不错 就至少让大家能够知道我有另外一面 但是我也很害怕 会不会以后大家听我唱一些深情的歌的时候 大家会出戏 就可能大家在听周深 然后大家脑海中可能想的是那个杀朱英 我会觉得大家蛮闲的 也会觉得快乐的能量其实很大 对 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挺辛苦的嘛 每个人都挺辛苦 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去给大家传递快乐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沙雕也不错了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演戏的话 你最想尝试怎么样的角色 我其实有小小的投过一个简历去投音乐之声里面的12岁的那个小孩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的身高和音色都会比较符合 就平时是一个特别平平平平无奇大家找不到的突然一变身 哇三米 哈哈哈哈 这样的设定感觉也挺挺正常的 超怂的一只鸭说在某次采访里说的那首甜甜的歌 啥时候能跟大家见面鸭鸭鸭鸭 呃 不仅忘了是哪一首了 啊就是尽快跟大家见面吧 好敷衍的一个回答 哈哈哈哈 哦这么多啊 妈爷爷 我想知道深深的二专准备的怎么样了 今年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是我们的西语商说的 呃二专的准备就还在 开始的那个阶段 哈哈 又回到最初的七天 今年的话尽量尽年尽量尽年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Amy Feast Burr吗 Burr我一直都觉得这个Burr很像打嗝的那个 嗝嗝 经历了2019的几次开门红 口号热搜大哥你有想过放弃您的偶像歌手路线吗 沙雕路线有没有认真考虑一下我看好你 嗯我还会一直的努力追逐我的偶像路线 但是我发现走沙雕路线是不是比较快一点 哈哈哈哈 适合我的话我觉得 嗯 一切都只要是自然的我就行吧 对我发现沙雕的一面也是真实的我也可以好好的接纳一下自己 然后不时炸不不不 不是炸毛的猫 哈哈 说心里头有个疑问 陆虎老师说雪楼下的声音是他私底下强迫你唱的 你们怎么认识的 以名一样的朋友圈大家都挺好奇 哦 就是 这可能就是音乐人之间的心心相惜 哈哈 就因为好像是有一次发一个微博 然后杨迪在下面跟我评论 大家就说你怎么会跟周深有交集 后面发现两个都是沙雕 大家就开始承认了这样的一个交集 后面又看见我跟汪苏龙还有跟我评论 他们就说你跟汪苏龙又是怎么认识的 后面想了一下他也不太正常 大家后面就慢了 哈哈哈哈 就会想到哦 沙雕永远是会相遇的 对 另一个微博号2019 深深的半永久大一是在哪里买的 想要get到铜管 休想如果get到了铜管那就不特殊了 对我要觉得有这么一件你们扒不出的衣服还是挺好的 因为他们特别爱扒我们的衣服 然后我呢又是一个比较穷的个手 每次他们扒出我的衣服都很便宜 哈哈 我都很难过 所以有一件大家扒不出来的衣服我是很开心 活该 嗯 下一集 首龄人嘞 你深深有没有考虑过做一些比较燃一点的歌 有啊 有有有 我就一直在搜索当中 就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让我能够觉得对得起我的这个燃点那首歌 我以为有的话我就会找机会把它放出来 这也是我在想的呢 就包括第二张专辑也一直在想怎么去做一个不同风格的歌给大家听 对 然后树1974 对于流通大大成为深深通向偶像歌手 论文最大的绊脚石 这首歌的字 深深有什么想说的呢 你看首先她手癌 就跟我很像 因为我微博 哈哈 经常打错字 所以微博的编辑功能点赞 希望朋友圈也有一个编辑功能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想说的 就是她自己也是个杀 大家一起杀 我们才会成为好朋友 对 我在看那个那个叫什么 提纲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这一段 为了保持我们的真实性 真的是戏这么拖 哈哈哈哈 现在的嗓音 对 因为很难再去 很难想象 我如果是一个低的声音 让怎么 让别人怎么去 接纳自己低的声音 这么难吗 土豆和辣椒 辣椒 辣椒 没有土豆还有青菜 没有辣椒就没有T太平了 辣椒 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吃 我知道我爸会看我的采访 但是你不要伤心 你儿子还是爱你的 哈哈哈哈 真的好难吃 不过我觉得爸爸 明年你可以再把它改良回去 因为你怎么改良那道菜 我是回去吃的 哈哈哈哈 对 土豆啊 青菜啊 和牛肉 我自己也可以贴 化妆老师也可以贴 然后就是 我贴得很好 会啊 你们是没有看过我没有贴 双眼皮的样子吗 回去看一下我好声音的盲选好吗 算了啊 不要看了 因为太丑了 哈哈 就是不要立flag呀 就是你立完它已经会倒 那我就立个flag 专生绝对长不到一米七八 没有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改变的人了 所以就是 找到好看的就换吧 嗯 但现在又有问题了 就是 最近好看的照片 他们是粉丝吗 对对对对对 下巴特别尖 嗯 嗯 就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又不好看 又没什么用 哈哈 很好奇啊 可以吗 我没有那么肥吧 嗯 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翻牌人 你现在爬了 你现在爬了 爬到自己要去看医生 好累 尤其是那两条我想回复 一直在失败 好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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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可以拿上来给 要不然眼神会不会不对啊 哦 你看下眼神对吗 我看得到 好 开始咯 哦 这个要严肃一点